一群热爱海洋的青年打造休闲运动 透过数位行销平台和八家旅树业者串联 办理了亲职海洋友善资源 日前通过甄选入围市政府创生团队 为什么要做旅树的串联 我们在访查很多绿岛小琉球等地 你只要一登岛上去去住宿 就可以知道可以去哪里玩 所以我们这次也做一个串联 而第一组创生团队利用基隆自销的柚子 制作成旗柚酒 结合周边的文创 改变基隆柚子在市场销售的劣势 这次我们把它的柚子 把它变成这一瓶酒 我们的概念就是 以后基隆的柚子 不要一颗一颗卖太慢 我们用一瓶一瓶卖 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想这一个计划 那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市府其实也帮忙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忙 此外水巷内产业发展协会 透过工作坊走毒 采集在地和平老固制 协助在地店家建立品牌 和平老街区有一家叫老船长的原味海鲜 他们从空间跟从它的logo跟它的招牌 还有最后因为它的特色是有关于水饺的一个制作 所以他们连水饺盘等等跟酱料的盘 就一起来帮他们做设计 那当然这个只是其中三个案例 那我们学生总共大概有三十几位 所以他们有分居之后 会跟店家一起做发展 金融市政府推动地方创生 富裕基地培育计划 甄选出三组创生团队执行的提案 将在5月26号举行成果展 其实去年获得我们这个产发处 就是补助的团体 那有三个 然后一个是和平岛 然后一个在外木山的 然后一个是建树店的老板 然后他们的柚子酒 那其实今年新的团队上任 其实我们对于地方创生 还有青年的议题 也都持续的在努力 然后也在寻求突破 所以像我们在3月29号 也成立了我们第一届的青年自选文会 那我们也在上个月 我们也开始在举办青创市集 那我们希望这个青创市集 还有这个很多的青年活动 它会是定期的定点的 都会在我们基隆的各地来举行 这一次的基隆的地方创生的 辅导的计划呢 其实在去年开始呢 我们就总共争选了16家 那这16家来争选的团队当中 我们选出最后三家 来获得这一次的补助案 那这一次的补助案 其实我们在评选的 不是这些业者 他们的规模大或小 或是比有没有创意 而是我们希望能够 扩散他们的影响力 那这些业者其实都是新创的团队 那我们希望说 用这些新创的团队 去带一些老产业 例如说像第一整合行销 他们做的柚子酒 他们帮助到了小农 那福米兰图呢 他们虽然做的是 水上的运动推广 但是他们帮助到 地方的旅宿业者 他们增加了住宿的 这些旅客 那第三个呢 像是水巷内的发展协会 他们帮助到了 和平岛地方创生的 这些在地的小店家 那我们希望说 在评选的过程当中 我们注重的是 这些新创产业的影响力 这些青年他们回乡之后 他们的创业 能不能够帮助到 地方的老产业 另外市政府产发处 针对了萧山路街区 进行了周边在地酒吧串联 推出为期两周的 基隆走坝地图活动 5月26号将让民众 走入巷内 体验不同的基隆之夜 这次有15家的酒吧 基隆的当地的酒吧 来跟我们合作 那主要在聚集 要在市中心这个地区 那其实我们这次办的活动 只要去满三间这个酒吧 都可以来跟我们主办单位 来换这个走坝杯 那为什么叫做走坝呢 是因为其实他们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15间都非常的接近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 大家就是在参观这些酒吧的时候呢 可以步调放慢一点 然后可以轻松一点 然后好好享受我们基隆的美食 基隆的美酒 还有基隆整个环境 所以我们希望说 让店家的消费呢 能够彼此串联在一起 一起来Gate期 所以呢这一次推出了 就是每一家酒吧 你只要消费满500块 我们就可以集一个张 集满三个张 你跑了三间酒吧 你就可以换到我们的特殊的正品 基隆酒吧杯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 5月26号到6月4号的时候呢 每个礼拜五礼拜六 都能够来基隆一起来走吧 市府特别印制了责业地图 民众在特定的期间内 完成指定的任务 就有机会将限量的 基隆走吧杯带回家 收藏纪念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导